前几天的邓伦还是大暖男,今天又被骂没素质,这是怎么一回事?目测故事情节是这样的。 娘子,邓伦一起出演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,接下好友缘分,于是乎热情的小葡萄就关注了邓伦各种社交号,但是就在关注邓伦的INF之后却一直没得到回贯,不知道小葡萄是为此生气了还是觉得可能关注错了人,随即便去关了邓伦,就这样事情被有新的粉丝给闹大了。 邓伦从前几天朋友关理上有情有义的好兄弟,变成为网友口中没素质的男演员,哈哈,此时邓伦的内心,这个国,我不背,我们死底下可不是只关注INF的普通关系,双方粉丝互不相让,开始两架前所未有的口水战,谁的力量最强大,比树搞事情的粉丝最厉害。 别闹了,人家两人好得很,都在很低调的拍戏中,这点小事不用大家凑热闹,说完这两家,还有一位更无说,连起攻略中复衡大人,徐凯,去了解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。 徐凯一联盟,逼下杯机,后,就报告粉丝的围堵,吓得我们复衡大人惊慌失措,居然忘了笑,然后就被说成了摆臭脸,不收取粉丝礼物,态度轻巧。 我朋友们,能不这么无趣吗?徐凯对此特意做出了回应,刚下杯机,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,完全被粉丝的热情吓到了,并且当时并没有摆臭脸,只是嗓子通。 话说完,啊,向大家之功道歉,粉丝们的热情真无法抵挡,但无论是邓伦还是杨子,或者是复衡大人,都是要四人空间,做无聊的争吵或者接机活动,只会让艺人压力更大。 小编觉得现在很多明星不愿意在社交平台,分享自己的私生活,不愿出现在太粉丝面前,就是因为怕粉丝们太过无理的打扰吧。 See you.